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来进行一个商的引入 这个我们之前呢 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呢 就是这个卡诺的定理 这个卡诺热机当中 这个ETA等于1减去 K2绝对值除于Q1绝对值 也等于呢1减去T2 除于T1 这实际上是用两个绝对过程 在这个关系式呢 带进去里头推导得到的 他们通过这个呢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 Q2绝对值比Q1绝对值等于T2比T1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进行一项 就可以得到这个Q1 除以T1加Q2除以T2 等于0 这个是克尔西斯等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它这个等式最原始的来源 就只是这样的一个等式 通过这个卡诺热机 和可尼热机所推导的这样一个等式 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因为说我们这个 从2到3的过程和4到1的过程 是一个 绝热过程 没有从外面吸热 所以我们把这个加折到 这个1到2 这个底横线Q 除以T的积分 加2到3 底横线Q除以T的积分 加3到4 底横线Q除以T的积分 是等于0的 也就是说这个整个回路 进行积分 这个卡诺热机 整个毕格回路的积分 这个底横线Q除以T的积分 是等于0的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就是对于卡诺循环来说的一个 科朗修斯等式 可以看到就相当于是 之前的ETA的 推到ETA的时候 得到的2个Q的比 等于T的比 通过这个东西把它衍生出来 就可以推支 这个卡诺 卡诺定律 就是可以推出这个 科朗修斯等式 这个毕格回路的 基本等于0的 这每个光线式 那么这个只是对于这个 卡诺热机而言的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 推广到其他的这个 可逆热机当中 比如呢 这个 比如随便 随便在这个PP属当中呢 做出一个这个 可逆热机的这个循环 然后呢 我们用一系列的这个 这个绝热线 把这个循环切割成 一小块一小块的 切割成呢 很多块 这个N块 这个N条曲线呢 和这个PP图有焦点 焦点附近呢 在做一些等温线 先做绝热线 这个等温线呢 可以 就和这个 原来的曲线呢 是非常接近的 而这个N呢 去郑无穷的时候 那么这个 这个绝热等温线呢 和这个原来的线 几乎是重合的 而绝热线呢 因为下面两个的绝热线之间呢 是交互反向的 是可以抵消的 那么我们可以移入一个 特朗修斯辅助定理 就是每一个小卡诺循环 从热源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与干处原过程 从热源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是相同的 这个是相同的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两个过程呢 进行无限的接近 就是这个原过程呢 和这个无数个 微小卡诺循环 所组成的过程呢 几乎是一样的 非常接近 几乎就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了 找到一个抗产修斯等式 就是对于任何的一个 就不只是对于这个卡诺循环了 就是对于任何的可逆循环 都有这个 底航线QQQT的这个 这个B格回路积分呢 是等于0的 这个在所有的这个 这个可逆循环上都是成立的 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 普遍情况下的这个 克劳修斯等式 那么通过这个 B格回路积分等于0呢 实际上就可以引用某个 是函数了 就不只是 这种来说 是一个是函数 这个是函数呢 通过我们之前的微积分 那方面肯定也有这样的观念 就是 B格回路积分等于0的话 取两个点A和B 那么A到B的积分 加B到A的积分 就是从这个路径1 A到B积分 加上从路径2 B到A的积分呢 是等于0的 那把它移向之后 就可以得到这个 A到B 在路径1的积分 等于A到B路径2的积分 就可以得到 它的这个积分呢 与路径无关 所以就可以定义一个是函数 定义一个是函数 那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定义这个 定义一个是函数商 就是S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SB-SA呢 是等于A到B 可逆 情况当中 底航线Q 除以T的一个积分 那我们写的 微分形式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 T-S 是等于DQ 那说DS等于 底横线Q 除以T 那这就可以通过一个 一个构成量 然后 定义得到一个状态量 因为这个Q呢 它是一个构成量 它不是一个 不是某个东西的微分 它不满足这个微分的 一些运算规则 所以那我们要 最重要的是D横线Q 而这个S呢 是一个可微的 是一个这个 这个T函数 是一个T函数 它是可以微分的一个量 我刚才的DQ呢 只是 表示一个微小状态的 一个记号 不是一个 不是什么个量的微分 只是一个过程量 我通过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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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横线Q等于 T-S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 这类型的第一定律 完全表达成一个 这个 太函数的这个 微分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之前的表达式是 那个 底U等于 底横线Q 加底横线W 这个 这个Q和 W都是这个 过程量 所以都要加横线 都 都不是微分的形式 那我们 刚才之前呢 已经推施这个 这个 底横线Q等于 P-V 现在呢 我们又得到了这个 底横线Q 是等于T-S 而前提是 这个是可逆过程 所以就把这两个都大件去 取得到这个T-S等于 DU 加P-V 这整个 表达式呢 就是一个 微分的表达式了 是一个微分的式子 它 它就是没有任何的过程量 全部都是双坦的微分 就可以进行非常方便的进行数据运算了 那么这样的东西呢 可以近似于积分因子吧 就是近似于积分方式 可以解决到这个积分因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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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横线Q除去T之后呢 就可以积分 这个准备 这个准备它的准备因子 这是伤的一个感觉 那么我们在这个伤呢 要注意 注意几个地方 因为如果这个变化动静 是不可理的 那这个 这个式子 不成立的了 那么我们一般认为这个 这个伤呢 是T和B的函数 或者是T和P的函数 那么这两种呢 那么我们以后也可以 通过这个是这样的函数 进行积分来求解 这个双变这台S 我们热力学呢 它只能对商进行定义 并且计算商的变化 它不能说明商的微观意义 这个是热力学用宏观方法描述的 这个局限性 如果要解释商的微观意义 就要用这个 这个等级物理学 这是我们之后所介绍的 这个微观状态术啊 这些东西来表述 那我们如果说 把商和能量性对比的话呢 其实商啊还是更加重要的 他这个这个这个 埃姆顿呢曾经说过 在自然过程庞大的工厂里啊 商员里起了精力的作用 因为它各定整个企业的 经营方式的方法 而能源里仅仅充当部技 均衡待方和借方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不可逆过程当中 商的一个计算 但是不可逆过程当中呢 商计算怎么做呢 我们先就是对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出没碳都是平衡碳的话 这过程是不可逆的 我们不能通过这个不可逆过程来做 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连接相同的出没碳的一个可逆的过程 然后这个利用这个可逆过程当中呢 再利用这个 这个表达是这个 这个地横线Q等于TDS 来计算这个商变 那么 当然我们也可以计算这个 这个商组为重大 它那样的函数形式 大概就是TP的函数 然后呢 再把这个出没碳带进去 求得商的改变量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工程单已经可以对 某些物质的这个平衡碳的商值 已经汇出了图表 这个时候呢我们查图表 就可以获得这个 出没两个状态的商了 商的差值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用商来表示热容 定容热容 定压热容都可以 定容热容CZ是等于 底横线Q除以底T B 因为我们底横线Q 是等于T-S 这我们假设它是那个 它是那个 肯定过程 所以就知道这个 CP呢就等于T 偏S偏T B B就是等于 等温的时候 这么一个动态 因为这个S 它可能是多个变量卡 比如说P和T 所以这个是 这个T的导数 是一个偏导数 那么可以知道 CP呢是等于 底横线Q 取以底T P等于T P P 这也是一个 非常类似的结果 其实我们可以 对于任何一个过程 比如某个多方过程 或者其他过程 进行相关的代换 这个某个不成I上的 热容C DH等于 以横线Q 取以T I等于 T 乘下的 t 在I上 透过这个 我们可以 到这个Ds 我们刚才 在瑞磯的第二个定律 一向下 就得到这个Ds 等于T分之一 括号的 DU加上P DV 那么我们可以 对这个进行一个计算 把这个像DU等于MU CBMDT P等于MU R DH V 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 这些话题 就是MU CBMDT T MU R Line VG V0 这个相当于是 我们之前所谈到的 这是对某个商 作为双子卡的表达式 整个表达式 列出来 然后再进行 一些 这个计算 把这个 石墨带进去 就可以算出 这个双子差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 表达成T和P的函数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 比如说把这个 PB等MuR P微分 然后把一些微分 这个代换掉 就得到什么呢 到这个S1 S0等于MUCPM Line的这个T 去于T0 减去MUR 乘到Line的这个P 去P0 那么这个就可以用T和P 来计算这个商变了